好 我們說罷免潮 罷免潮現在高雄有可能會第二波 這個人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歷罷免了 來 高雄的立委黃傑 就兩個星期而已 現在目前罷免的連數書已經破千份了 本人新回應 因為辦公室主任有出來收下這些書面資料 黃傑咧 黃傑咧 都在日本去日本跟郭國文 參加了國會議員友好協會的日本參訪團 去看棒球 好 可是問題是 在整起事件當中讓罷免團體 他們覺得說到底有沒有行政中立的事情 是因為他們有去申請入權 結果他講說 陳其邁你是在護航是不是 為什麼不給申請入權 甚至直接嗆說你不是黃傑的老爸 到底陳其邁警方有沒有所謂的揣摩上意 這麼樣一件事情 現在是讓這一些的罷免團體 他們這一些民間的這一些友人 有一些些的意見 因為陳其邁曾經是力挺黃傑 甚至黃傑入民進黨 還是他幫他來簽入黨的申請書的 稱讚他在立法院很認真的在幫忙審預算 而且他當時能夠選立委其實也是陳其邁 再三的掛保證 再三的推薦 陳其邁現在在高雄看起來真的是蠻穩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除了高雄全部都是民進黨的立委之外 你看看他現在還幫告就要告訴你了 我們的社宅做得很棒 高雄永清安居社宅 他說我們不但做得好 我們地點還選得好 因為我們走路十分鐘就可以到台積電了 還說我們都用最好的土地來蓋社宅 但是有沒有想過這麼樣一件事情 你說十分鐘到台積電 你知道嗎 當時這個台積電一來之後 高雄最近的房價是漲到什麼樣的一個境界 來去年第四季說漲幅是六都之冠 現在很多高雄人說 哎呀真的是出生的太晚了 早幾年我要是早一點就出社會賺錢 也許我還有機會買房子 現在那個價錢真的是你看而已 真的只能看而已 好啦 但是問題是高雄現在到底有沒有讓大家有種幸福感呢 買房這件事情可能讓年輕人很難有這種幸福的感覺 或者是你騎摩托車走在路上 看到了這麼一顆球 可能也會覺得說高雄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有一顆很大的黑球 直接看畫面吧 這個是在高雄的火車站旁邊 他們當時做了這麼一顆球 是用不鏽鋼才值的 因為很熱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還TVBS記者 我特別去旁邊測了一下 發現不鏽鋼會吸熱 所以如果你在它附近的話 你直接測那個溫度是有到40度 所以他就直接說了 因為太熱又反光 現在幫他貼了一個黑膜比較不會反光 但還是熱啊 那如果要做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有事先先想過有這些民怨的問題嗎 當時其實在做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來 現在網友當時的批評 不知道目前大家的感受又是什麼呢 因為這一些事情在高雄看起來 也許在地人沒什麼感覺 但是外縣市的人像我們這樣看起來 就會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有的時候南台灣好像在地人會比較沒有感覺 譬如說城中央暗 不知道台南在地人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 監院當時彈劾他 結果說爬手爬完了 所有的人都覺得不會啊 我覺得他還好 要你這樣子的一件事 現在南檢已經對他正式起訴 重啟重處重刑之後 會不會重啟 監察院長陳菊告訴我們 我們是獨立行使職權的 院長不干涉 大家開始在講 那院長做什麼用的呢 什麼東西都不干涉 那院長有沒有一些態度上面的表態呢 好 而且當時賴欣德告訴大家 高道德標準在從事 檢視這一些從政人員 民進黨他們說廉政會27號會討論 林怡錦還有陳宗燕案 林怡錦目前同樣是被百萬交保的 但是百萬交保之後 雖然他有PO了一篇文 不給大家回應 但有沒有發現 好像民進黨人現在 都沒有人再去關心他了 黃耀明就直接講說 好像民進黨要開始培育新的接班人選 當時事前發生的前一天 還可以跟林俊憲一起直播啊 但現在人呢 友軍呢 在哪裡 有出來幫忙加油 有出來幫忙說 他是清白的 有這樣嗎 人情冷暖啊 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 好 這個是黃潔啦 黃潔現在又再一次要被面臨罷免 而且說兩個星期連署輸就鋪欠份 要報免黃潔沒那麼容易 不過當然 這個市民當然可以表達他的態度 我覺得報免他的人 事實上搞不好就是像以前的統一群 如果有意參選2026 這個我也不會太意外 不過黃潔那個區 坦白講陳其邁對他最大的貢獻 就是勸退三個四億元 對不對 三個四億元都比他資深 都是在地 都當三界以上 因為他跨區嘛 是啊 然後他都不選 這哪有那麼容易對不對 那顯然是陳其邁跟賴清德的 共同的傑作嘛 所以你看他有兩個 兩個貴人爸爸 你看 所以很強啊 超級強的啦 人生要人幫 本來就是啊 對不對 有這個命嘛 沒辦法啊 對不對 這個台積電高雄真的要小心 因為我最近去看台積電的海外佈局 是 他佈局的錢比預期要高很多 比如說台積電現在到美國的錢 就有650億美元 第一場才剛明年 第一季要量產 2027第二場要量產 還有第三場 據我瞭解 美國希望他去蓋六個場 對 所以他一定要有資金儲備 最近德國不是德烈斯丹 也要蓋一場 對不對 熊本還要蓋第二場 所以我真的有幫他算過 就是竹科跟藍科 兩奈米問題不大 可是中科跟高雄 我真的覺得不一定 真的覺得不一定 不過因為一個公司的累積的 投資的資金是有限的 如果美國叫你 比如說賀錦麗或川普 要求你要趕快蓋 給我蓋第四場 第五場 而且兩奈米 一奈米都要來美國蓋 你認為他能拒絕嗎 對不對 高雄設定的就是兩奈米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不要高興太早 因為台積電的變數 大部分都是美國 我講白了 所以這個還是觀察一下 而且社會住宅距離 台積電竟有什麼好處呢 我實在想不到 台積電以後不能進去當公園 不過依照台積電的年薪 是無法申請社債的 社債標準140多萬 都超過 我知道 所以說距離台積電進 這個意義是什麼 他又不是一個公園 可以讓你進去幹嘛 對年輕人來講 就是台積電已經漲房價 還沒來房價漲到翻天 這個 你說對林一錦 民進黨是不是太現實 你不覺得民進黨的立委 對柯總召更現實 柯總召遭到這種無聊指控 你有看到立委出來幫他講話嗎 對不對 民進黨立委怎麼都不來講話 所以我們總召沒有借錢 這個都是認知作戰 都沒有人講話 問不到 問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民進黨是不是 太現實了一點 要保護同志 我覺得是這樣 忽然之間這樣跟 嗚啊 嗚啊 我是覺得最近 最近民進黨爆這些料 好像大部分都會成為真的 所以大家都怕怕 比如說李鵬燕 李鵬燕也沒有人在幫他辯護 林一錦 重保一百萬 這個人看起來也是怕怕對不對 對啊 打得比較不會中情 不要出事比較不會中情 我都在那裡 林一錦是 賴清德在台南 那個僅次於郭國雯跟林俊縣的嫡系 是 嫡系先出事 別的派發都沒事 這可可憐 聽起來 怪怪 不知道哪裡怪 我是有感覺怪怪 不過我感覺不對 請小婉慧姐 怎麼說我這麼含蓄 他這個 因為可能來不及回應 因為現在是休會期間 像我們的黃捷立委 就在日本看棒球 大家可能在國內的不多 這個 我們的這個 我看到民進黨他從陳忠燕 然後從李孟燕 然後又來林一錦 整個接太緊了 你知道 他們內部人可能來不及反應 然後今天又跑出來一個柯建民 這樣是要前進還是要後退 不要說話比較不會出事 先看風向 重點是什麼 賴清德總統賴清德主席 那天在中常會後 有不經意的聊天 要跟大家說 這個工跟師都要 不要這個危害國家跟家庭的利益 這個很重要 大家要放在欣賞 所以購好特地 今天看起來是 民進黨我覺得還滿重要的一個部分 過去有什麼事情 現在心裡可能搞不好談琵琶鐘 所以還是不要回應太多比較好這樣子 那回來講 我覺得像這個賣賣暖男市長 在高雄 他說這個形象他一直把自己 因為他盡量就是把自己塑造成 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形象 有執行魄力的這個形象 不過像這個不管是台積電 或者他今天又講了一個說 那個超微是不是 他說這個超微的研發中心 也要來高雄設 他講 人也不會講 不過那是研發講 已經有講了 事情都還沒有 是研發 研發 這個有些事情 我覺得等落地一點 再更確定一點 這個最重要不是說出來 我覺得市長最重要的是要讓 願意來這裡的企業 要幫他排除相關的困難 我覺得這個是市長才要做的 不是先喊很大聲 然後好像覺得自己招傷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最後回來講 這個黃捷罷免 剛剛大家還在講 就是說要罷免他不是那麼容易 上次罷完之後越罷越用 因為現在他在看棒球 沒有時間回應 你等下回來就會回應了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報告的數字就好 我剛剛特別去查 黃捷自己的他臉書 說因為陳錦麥說他很認真 我們要自己做過立委 要看一下所謂人家的認真 是認真到什麼程度 上個會期 第一會期 除了他去開門的事情之外 他質詢36次 我馬上問一下黃國昌辦公室 說不然請問黃國昌委員 質詢幾次 說一個數字給大家參考 123次 所以只能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黃國昌比較像是一個 表現好 認真的立委 一個會期 對 嚇人 他一天還在找三四 這到底數字會說話 數字也給你一些感受 來 請教明顯哥 我前幾天看到有一個 竹科的科技新貴 科技新貴一般講說貴族的貴 可是那個貴變成貴下來的貴 他說他的年薪百萬 可是在竹科買不起房 所以陳錦麥這個講法說 他蓋社宅走路十分鐘 就可以到台積電 是意思說要給科技新貴住嗎 可是社宅有他的申請的標準 社宅的年收入 不能超過117萬 那是不是竹科所謂的台積電 年薪只要百萬以下都可以申請 我覺得這個陳錦麥講 這個說法很瞎 因為社宅是要鼓勵 是要給一些包括 經濟水準比較弱的 還有包括單親的 甚至原住民的 相關有他的門檻 你蓋社宅不是專門for台積電的 不是for科技新貴的 所以陳錦麥講說 高雄 永清 安居 社宅 這些走十分鐘就可以到台積電 我認陳錦麥講這講法非常瞎 第二個你包括講說台積電 AMD這些要去設廠了 結果說沒有幫助在地的就業 反而是讓很多有心人士先去炒房 所以包括左營的房價 現在我看最新的報導說 一坪到60萬 很可怕 之前說去前一兩年 原本說台積電要去男子設廠的時候 那時候包括左營男子的房價 就被炒上一波 原先從十幾萬到這幾年 甚至到40萬到60萬 你們年輕人更住不起房嗎 所以當陳錦麥大拉他講說 招商好像有政績的時候 他必須另外一面想到 很多年輕人甚至社會 剛逼的這些新鮮人 大家苦哈哈 這些怎麼怎麼買房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一體兩面 至於說黃捷是這樣 黃捷當初是陳其邁市長引建 推薦入黨的 所以當然像亮哥講的 黃捷有幾個好貴人 另外有第三個貴人是阿扁 黃捷是阿扁認定的 未來高雄市長 最快是2026會選高雄市長 對 所以當然黃捷面對一些罷免 他可以老行宅宅 可以去日本看棒球 所以我覺得說黃捷到底表現 是怎麼樣 所以他推動罷免的時候 會不會民進黨立委很多很高興 會不會包括社群 包括基層要罷免黃捷 那可能有點林黛化 賴瑞榮 這些就很高興 我的對手要被罷免了 所以我說陳其邁現在 他們即將面臨交棒 他到底要交給誰 甚至有可能傳說 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 也是熱門人選 還是陳其邁心中屬意的就是黃捷 他要講清楚 現在在堆疊政績的情況底下 陳其邁到底要交棒給誰 他的政績是足以讓他的接班人 認為是很好的政績嗎 還有包括房價這些 都要講清楚 好 忽然之間 覺得民進黨的朋友們 最近真的是有點忙碌 可能網絡上 D卡PTT都要修圖一下 因為要小心一些些 我們先進廣告等等回來繼續說 握握 하시는 sure 這個 沒有 我們 re 我們 我們